杭州的萧女士在社交平台上认识了一名网友 对方向她推荐了一款彩票软件 萧女士用手机下载软件之后还开通了账户 短短四天时间她往账户里充了13万多 等萧女士想把钱提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遇上了大麻烦 萧女士下载的是一款名叫创世娱乐的手机软件 从操作界面来看玩家可以投注购买彩票 但是是非罚彩票 萧女士的账户余额还有98000多 当她在提现金额这一栏输入1000块时 界面显示投注流水不足还需流水78840元 萧女士解释说充值到账户里的金额 只有投注买彩票才能形成账户流水记录 流水是个什么概念 流水就是说你投的3万吧 你要投注到3万 3万的3万块 你才算才可以提现 按照平台界面的提示 萧女士只有从账户里拿出78000投注 有了对应的流水记录 才能从账户里提取现金 但萧女士表示她感觉是上当了 整件事情要从7月初说起 当时萧女士在默默上认识一名网友 对方的网名叫陈默默默 头像是一名年轻帅气的男子 对方向萧女士推荐了这款名叫创世娱乐的手机软件 再后来双方又加了QQ 当记者问到两人的聊天记录时 萧女士说为了防止被家人发现 自己已经把很多聊天记录都删掉了 萧女士说前两次充值加起来是10500块 赚了1700多块 本金加上盈利一共12000多块 而且都顺利从平台账户里提取了现金 她也因此完全相信了对方 从银行流水记录来看 16号到19号这4天 萧女士一共往创世娱乐账户里充值了13万多 收款方是两家公司 银行流水上没有具体名称 从萧女士提供的聊天截图来看 创世娱乐平台客服在QQ上回复她 由于萧女士违规投注 平台自动加了10倍流水 萧女士说她当时就傻眼了 自己根本拿不出上百万来投注 经过多次沟通 萧女士又往平台账户里充值了3万块 也就是13万中的最后一笔充值 平台客服答应她恢复流水额度 直到这时 萧女士才醒悟过来 自己真的被人骗了 按照平台客服提供的信息 萧女士打款的一个账号属于广州拆程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天眼查数据显示 这家公司是今年3月注册的 没有对外公布联系电话 记者又用萧女士的QQ 尝试跟那位网友和创世娱乐平台客服 进行音频通话 两方都没有回应 萧女士感叹说 天上确实不会掉馅饼 13万的教训太深刻了 目前她已经向杭州石桥派出所报案 1818黄金也记者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未知